森森产品好,小刚来介绍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森森公司最新研发的HW-603B缸外过滤筒 上次介绍了HW-6系列A款的不配置水泵 这次B款新增了水泵和散水装置 非常适合与小新厂开式速度上的配套使用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它的使用安装 首先打开包装,确认配件是否齐全 包括一个过滤筒 两根皮管,一包进水组件,一包出水组件 一个进水口和一本说明书 我们先来安装这些组件 这边是进水配件 我们可以依次把这些安装起来 接着悬松卡扣 插上皮管 再悬紧卡扣 过滤筒上装上进水口 连接好刚才的这根皮管 卡扣也是要先循开的 这些是出水配件 也按照我的示意图组装起来 这个万象出水口和散水管是可以随意更换的 接着把皮管插在出水组件上 另一头也连接在水泵上 把它们贴在鱼缸上 做好了前期准备 我们就要在过滤筒上放些水 抵住水泵运作 首先搬开四个扣攀 水泵一次的扣攀如果很难搬开 您可以轻推水泵 有些人会认为这样做桶体会漏水 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连接处用了双重密封 打开桶体 我们可以发现四块过滤棉 一次是蓝色 黄色 黑色 白色 它们的粗细都是不一样的 放置时顺序不要出错 还有最下面的绿水板 我们可以放一些活性碳或陶瓷环 以促使消化细菌的产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装水了 小刚则是建议大家 最好装满层的三分之二 慢过蓝色过滤棉为佳 还有装水前连接好所有管路 以免盖上同盖时 由于受挤压 水泵出水口溢水 接通电源 过滤棉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由于受水泵阳城的限制 如果您的过滤棉 可于刚高度差八十厘米以上 水泵就可能抽不上水来 这时您只要提起过滤筒 让它保持在八十厘米以内的距离 等粗水口或散水管正常粗水后 再把过滤棉放回原位 水泵就会正常工作了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欢迎您来讲 欢迎您来讲